Hello,大家好,我是雅力 因为最近嗓子不太好 所以一直没有更新我们的亲子话题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亲子教育的第十课 建立家庭支持网络的重要性及方法 那什么是家庭支持网络呢? 在这里雅力给大家解释一下 所谓的支持网络是指家庭成员、亲戚、朋友 或者是我们社区里面的资源组成的一个系统 那它的目的是给我们提供支持、关心和资源 以帮助我们的家庭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压力 那么这个网络呢是可以包括情感上的支持 信息之间的共享或者是实际上的帮助 以及在困难的时候提供安全感和稳定性 这种相互的支持的结构呢 助于加强家庭的韧性和适应能力 像我们身处在国外的家庭 快速的建立家庭的支持网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将有助于缓解我们适应新环境的压力 同时呢提供情感上的支持 并且获得当地的资源和信息 在这个网络可以在文化上提供支持 帮助家庭成员更好地融入社区 解决语言上的障碍 以及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实际的帮助 快速建立稳固的支持体系呢 有助于提高生活的质量 减少我们潜在的孤独感 同时呢促进家庭的健康和幸福感 那下面就来讲讲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自己建立良好的家庭支持网络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社交活动和群体的参与 比如说我们参与到当地社区组织的一些节日聚会啊 逛逛集市或者是文化活动 也可以参与社区的一些义工服务 加入到他们运动的一些俱乐部 或者是自己喜欢的一些兴趣小组 那通过这些活动呢 你能够结识到志同道合的人 逐渐地建立互相支持的一个关系 那么我现在的手机上就会有很多的一些微信群 比如说撸铁的呀健身的呀 跳尊巴的呀等等 或者是出去带孩子溜弯什么的都有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社交媒体 那在当地呢会有很多的社交媒体平台 我们可以在上面搜索相关的一些群组 比如说他们的社区论坛 Facebook里的一些兴趣群 或者是小区在线的一些社交圈 我们可以积极地参与讨论 寻找相同兴趣爱好的人 那线上建立联系呢 我们可以把它在适当的时机转移到线下的交往 第三呢就是可以参加社区的活动 一般的小区里会有自己组织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一些意卖市场 一些小的社区里的集市 或者是和社区一起清理垃圾的一个活动 这不仅提供了我们与邻居 社区成员之间交流的机会 还更有助于建立更加亲近的关系 第四一点就是和我们子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活动 那参与子女学校的家长会议 和孩子班级的学生家长多聊聊天 你可以结识到其他家长的同时呢 还能建立孩子之间的友谊 进而呢可以扩展自己的一个社交圈 第五呢就是邻里之间的互动 我们主动向邻居提供帮助 或者是搬运住屋呀 或者接送子女 或者呢是共同的组织邻里之间的聚会 建立这种互帮互助的关系呢 不仅有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 还能够增进我们邻里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我们在泰国生活的这么长时间 受到了小区里很多邻里的帮助 他们热心而且负责 他如果是能帮助你 他一定会一帮到底 当然这不得不提到 学习当地语言的一个重要性 当你用他们的母语 和他们进行沟通的时候呢 他们会非常的高兴 而且也很乐意去帮助你 提升自己的语言技能 并且能掌握当地的语言 也能够帮助你 在很多的时候处理生活中的各类事物 获取更多当地一些有效的资源和信息 总之呢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自己喜欢的方式 积极地参与和融入到周围的一些社群中 建立一个稳固的家庭支持网络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希望身处国外的家长朋友们 能够有所帮助 拜拜